好了 大家好 今天是6月30日 回到明報布Sir 埋伸擊的時間 今天跟大家去看看DES 資訊 歐洲的通脹仍然都叫做高企 歐洲財長都表示會有機會再進一步加息 你預計歐洲都會繼續加息 你看到DES 其實都叫做反復的 踏入6月中打後 其實它叫做反復偏遠 曾經回到15,833 你要記住 今個月的頂部16572 是全年的頂 基本上是今年升到最高6月16日 然後你看到它開始出現回調 但是今個星期曾經都叫做彈過 但是你彈上去 連十天線都上不了 昨天最高16120 後市如果隨著息口上升 看看經濟數據 看看後市的DES 會不會是回調下來 回調下來最重要的 當然你看到下面的藍色線 一直以來由去年10月開始 基本上都沒有收過在100天 現在是以下的支持位置 而你現在的支持位置 那你現在的支持位置不用數了 一定是15816 那就是100天 那如果它上不了 而開始出現回調 最重要是跌穿过1.5.8.16 那后市就会有机会再跌深一点 整体上其实如果由4月开始说 Dex 都算是上落时 只不过它再爆了一下之后 不去跌下来 这些样子就不一样 暂时来说 如果你是想做PUD 或者看淡Dex 因为息口上升 或者通胀未能够受控之下 经济层面会转弱 Dex 回落的话 你去做PUD的话 你的指示不用考虑了 全年高位165.72 距离现在你要拿400几点出来 就不太好处 但是市是下跌的 你就唯有用注码控制 做小一点 你宁愿做小一点 上车之后再穿100天线再加 暂时来说 趋势一般的 开始回落中 看看能不能把握到它 它一跌下去 我们就上车了 就是这样 好吗 暂时你看到Dex 起码你会清楚 现在你不会去召唤Dex 或者不应该在现水平去看好它 就是这样 好吗 今天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 拜拜